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理财周刊的重榜分析 今天是推介比亚迪1211 选择原因是 虽然比亚迪的季绩出现倒退 但上个星期公布的10月份汽车销量达到超过89000架 按年增长8.8% 按月亦上升1.2% 其中受惠环保趋势的纯电动车 销售按年增长2.5倍 按月上升1.4% 比亚迪汽车销售仍然好 核心电动车相关业务增长动力维持强劲 可以抵消其下比亚迪电子业务疲弱的影响 比亚迪上个月29日收市之后 公布以每股276元配售5000万股新H股 配股价较上日收市价折让大6.9% 结果比亚迪在上星期一 最低位是见过280.6之后 就是掉头向上 没有足球配股价之余 全个星期计更加是升大约4.9% 似乎是配股的股份供不应求 大户或者是机构投资者 仍然需要在市场吸货 或多或少反映市场对比亚迪的前景正面 市场看法上 瑞讯说比亚迪电子受到晶片短缺和限电拖累 令他们对比亚迪的盈利贡献差过市场预期 但非比亚迪电子业务 即是主要汽车业务的表现仍然有惊喜 受惠于强劲销售增长 贵度正利润按年升7.7% 瑞讯更加预期 纯电动车产品可以支持比亚迪明年的销量增长 估计2022年纯电动车销量可以达到50万 野村亦说比亚迪跪积显示核心电动车相关业务 维持强劲的销售力 受惠于新车款和消费者适应增加 为电动车销售强劲增长打下基础 摩根大通说比亚迪正面催化剂 包括继续提升电池和电动车产量 取得电池订单 以及分拆他们的半导体业务上市 策略上 读者不妨以比亚迪今天开市价第一注去吸纳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290元以下 读者可以加多两倍的注码买入第二注 初步目标是327元 中文字幕开心 あとhhh 比亚迪 沙漫 穿本 不 我们 诶 路